好 主播白色的特斯拉电动车开在路上 不过却在过弯的时候持续的往左偏移 三秒更是直接撞上了分隔岛整辆车卡在上方 而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轮胎 是越过了分隔岛卡在中间 引擎盖也是严重的片子 而车体零件呢更是四散门地 当时民众报案之后呢 救护人员是急忙赶到了现场 而第一时间驾驶是没有意识的受困在车上 警察到场之后呢也急忙来协助他来脱困 抢救这个伤者去送医 而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新北市新店的环河路 还有中山路口 下午在接近四点的时候 这样车是自撞分隔岛 而当下车上这名44岁的真心驾驶 他是没了呼吸心跳 不过还好当时呢 新店救护一艘的副嫂队长刚刚好路过了现场 见到这一幕二话不说先上前去救人 并且来实施CPR的抢救 一直到消防员员到场接手急救 而伤者呢也是之后也被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治疗 幸好他在抵达医院前呢 就恢复了这个呼吸心跳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以上是到今天时间实验镜头 张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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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